然后接下来 请问一下 假如 假如哦 我是说假如 你的原始 就是原始资料 你用以下去打开 他绝对没有帮你做数据清理 甚至 甚至就算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打了一个 什么2014 3月32号 你觉得他照样帮你开出来 听得懂吗 这边3月32号 好我这边我就关掉了 好 那我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透过 你不要跟我做 你先不用跟我做 你有没有看到 有线电视 然后我刻意用记事板打开 这个地方你不用跟着我做 好 这个 我刻意把它改成 我不要改第一笔好了 这边是不是6月1号 我改成6月41号 可以吗 2014年6月41号 请你仔细看哦 我就关掉市的储存 好了 我们这边来去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要知道我们改的是哪一笔 记事板 好我现在改的是不是第二笔 这个6月41号 东台有线电视10306 就第二笔记录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41 有没有这一天 既然它是日期 它就不应该有这一天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有自动清理功能的 Cabular软体 它会发生什么事 好 我先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是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这一天 10306 这一笔 它这边就会变成什么 Nua 请问有听懂哦 Easeal 他用开启 他就直接打开 不管是看得懂看不懂 全部照单 照单接收 全部打开 Table 他很棒的一点是 他觉得这个地方 请问 有没有 6月41号 没有嘛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直接变成一个什么 Nua 好 我们赶快再把资料盖回来 你不用跟着我做哦 我希望你听懂的是 这些很重要的观念 有太多要学习的地方了 不然那个 为什么还要博士去面 这些东西 但是我面 我现在已经变成就是说 不管你给我是天气资料 医学资料 像这个 这个 有 应该叫通讯数据 通讯资料 我还是要先去看一些知识哦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说 虽然这边我们讲的 有限 有限 波送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那就真的是第四台 可是对中华电信来说 中华电信有 有第四台的那个服务 有那个就是 接那个 之前就是有一堆台 我们家也很久没有用 可是我们家就装了MOD 就是 就是 呃 他全部都把 就是 我觉得啦 对中华电信 比较像的东西 就是MOD 好 好了 那我就把这个改回来 不是41 不是41 然后接下来这边我重新整理 他又叫回来了 好 请问他做这件事情 好处是什么 需不需要做 然后 做了以后 那对分析会有什么影响 好 首先 第一 自动清理 绝对 很有必要 好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拿到的资料 这一套工具 它是属于ELT的工具 它会自动 它不是开启 它是 不是去破坏原始资料 它是只有用取得的方式 取得进来 取得完毕之后 它是只记录那个连结 然后 这个资料 能用 不能用的检查 如果 能用 它当然就会用 就是明确的类型 来去呈现数值 记录的轻轻输入 那如果像 这个数字 明明应该是日期 可是看到是6月41号 那我们就知道说 那是不能用的数值 既然不能用的数值 所以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所以 当然 它就会把它变成一个 Nur 因为对日期来说 日期栏位 不可以有空的日期 对不对 日期栏位至少会有一个 例如说1900年1月1号 这是所有日期的起始 可是 这是错误的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它就只能挖空 所以刚刚你会看到 Nur 是这个原因 好了 那 像例如说 例如说 做这件事情 对于数据分析来说 它的优点就是 因为 我不用再花时间 来去 担心那些 错误的数据 是不是我们可以 更接近 真实 好 那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它能做的是 有限的 举例来说 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 我们拿的资料 是从民国100年到民国110年 这10年间的所有资料 它就不会帮我们检查 万一这边有99年的资料 98年的资料 它会认为那是错的吗 它不会认为是错的 你还是必须要手动来去写 一个限制统计日期 是民国100年1月1号开始到 民国110年的12月31号 这样子可以了解 毕竟像有些是自动可以 帮我们做数据清理的 我觉得它已经做得很好了 好 那这以上是数据清理 我没有请你们做任何事情 但是下一个范例 数据清理就会请你们做 下一个档案的数据清理 就会请你们动手玩一玩 好 所以 所以